今天呢 算是我們要來新加當一日木工 算是小助手 不連夜當夜的 呃 希望我發動 好 那現在我們先帶大家導覽一下 首先呢 我們已經把房間的腳踏板全部都拆掉了 然後我們做一個防護 給大家看一下房間的進度 好 這一間是我們的主臥 現在呢 正在封那個 冷氣的板子 這一間工作室呢 封板已經封好了 你看 這個就是冷氣的那個特免 那套裝冷氣會塞在那裡 工後板會封一下 然後我們工作室的地方嘛 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的水電的地方 我們會再拉一個線路 所以兩條線在這裡 被插住 因為電腦的地方喔 會有很多插住 最怕的是電線太多 麻煩我們危險 換下一間 然後冷氣那邊已經好了 那等一下呢 助手就要來 希望我可以完成 而且是學會樓屏走 欸 有欸 有有有有 有了 你不要把人家鼻子玩壞了 不是用手拉喔 好可怕 你剛剛是有手拉嗎 我怕得倒了 我先放 看看 我居膏真的 居膏真的要長那麼高 居膏耶 腳會痛耶 不會痛啊 所以這邊都會沒有腳嗎 大佬說你要先學會樓嗎 你要先學會樓 你瞎眼睛 寶寶終於出現了 因為剛剛他們在試購 對 所以要等他們舞秀的時間呢 才有辦法跟他分享 然後我今天穿的非常輕便 我想說今天要來當助理 結果我這個朋友五分鐘他就說 這樣海灣的工程喔 越來越慢 絕對不行 商務人家時間 我那個朋友呢 他們現在午休了對不對 我叫他留下來 他來跟大家講解一下 他這些木工的專業的知識 哈囉哈囉 這個大頭呢 是我已經認識很久的朋友了 大概有六七年了吧 差不多 六七年了 現在大頭也算是 我們專業的木工師傅了 沒錯 我們這一次呢 非常放心的把我們的新家 交給我們大頭 我們其實在這裡啊 看到非常多疑問的東西 你等一下呢 可不可以跟我們講解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像你們一開始 木工在做施工跟裝潢的話 你們一定會有一個想法嗎 像你們一開始做的是 先包覆陽台那邊的冷氣管嗎 對 然後那邊等於是 再留一個算是窗簾盒嗎 對 因為我發現那邊有一個凹槽 用凹冷氣裝潢的方式 然後順便把窗簾盒搓下來 比如說你們先釘木頭嗎 木頭釘完之後 才會封那個 那個白色的是什麼板 對 防火建材 難怪 我想說為什麼還要有一個白色的 去把它壓在上面 然後蓋住那個木頭 所以現在可見啊 電話板的工作 都是用西藏蓋 都是用西藏蓋 比較漂亮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封好了嘛 木頭之間還是會有縫隙啊 那你們油漆要怎麼解決 L7的會補AB膠 把那個縫隙補起來 這樣然後整面再補P土 一彎土之後磨一磨 然後再油漆 哇它就會整個很平面 對 就跟這種下面是平面的 是一樣的 然後再來我想詢問的是 像它現在一開始木頭 它現在釘的這個東西 是先把外觀先用起來 對 先把梁抓正之後 然後再來釘板子 因為我們這邊是貼木皮的 對 之後我們這邊是會做木皮去修飾的 腳材是什麼東西 就是這個就是腳材 對 這樣比較硬 這樣很軟 喔 有有有 我看它釘的全部都是直的 這樣會比較老鋪一點 我要問大手說 這個是要這樣拿鹽的可以嗎 因為怕腳材進來 還是讓東西不撞倒 喔 所以它是綁住的 對 綁住 它那個門票都發起了 都發起了 我們的門都沒有了 那地板這個咧 地板這個是什麼 PB板 PB板 也是綁住的 怕小東西掉下去去客修 那老婆怎麼樣 你覺得放心交給大手了吧 有啊 我一直都很放心 一直都很放心 大手你們這樣進度算是 差不多幾趴 20趴而已 20趴而已 然後到時候會再整個都用起來 差不多兩三天吧 就差不多好了 還蠻快的耶 因為人多 人多 人多 今天就有四位嗎 四個 四個來做 對啊 團結力量大 可是我看大手也跟我一樣 就在那邊晃來晃去而已 哈哈哈哈 我有我的嗎 這樣 因為 你要配到整局對不對 對 那大手因為我們現在的進度只有20趴 所以我 我知道問題很少 可是之後如果說我們還有裝一些新的東西 如果我不懂我在問你 好 那你願意把你的一些作品給大家看嗎 我有粉絲專頁 衣服上面 衣服上面的這個 醬油 大家只要搜尋那個 就會看到他的一些作品 那我們到時候呢 就是把大手他們的那個連結呢 可以放在桌面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都可以下去 好 好的我們今天新家的進度呢 現在已經過了兩天了 嗯 那大頭現在進度是幾趴 差不多70趴油 喔 這麼快喔 欸我發現他們 他們手腳超快的 你不是有問題想要問大同嗎 就是在目光方面 就是我剛剛看到我們那個客廳的天花板啊 那個燈的那個位置都挖好了 對對對 那個你們是用上去之後才挖的還是先挖 對就是裝電口罩拿到水電來抓尺寸 然後還有那個電視牆那邊啊 就是有裝那個木頭上去 那是設計師他們系統家具要砍進去 所以那邊我會做預留 因為你們是壁掛電視 電視旁邊還有設定一個櫃子 啊其他留板的地方 就是系統櫃要固定的地方 然後我剛剛看到水寶的房間的那個天花板 就是有做那個圓形的那個弧度 所以那個木板也是可以這樣完全的 可以可以那叫彎曲板 那是來它就可以有彎曲的 很像那個硬的材質這樣 然後我們因為廚房 我們剛好門對門 所以我們就是有設計的隱藏門 你們還有鞋櫃跟電氣櫃的部分 變成要閃過電氣箱 所以我們要抓出來一點 廚房的門 那邊又會大鱸它的門框 又造型 又砰的那砰的 哦對 不知道它有間接 有點像接 就是看不出來那是一個門這樣 我們通常都只是看成品 但是沒有看他們施工的過程 那其實他們施工的過程 其實蠻複雜的 感謝大舟 謝謝 我們呢 木工呢已經完成了 沒錯 而且他們非常的棒 他們只用了五天的時間呢 就把我們家裡所有的木工都做好了 欸 算很厲害耶 我覺得還蠻快的 對啊 它整個房間啊 客廳啊 全部都用好了 好 那最後呢 因為我們木工已經完成了嘛 我們一樣啊 先詢問我這個朋友 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樣 在木工這一塊 一定有很多問題 好 我們來問他一下 好 感謝我們大舟這個朋友 幫我們五天之內 木工的部分全部完成 我滿好奇說啊 木工在施作那個 間接燈光 間接燈光跟一般的砍燈 到底有什麼差異性呢 間接燈光是 頭的時候在上 這樣散出去的 砍燈是在下面的 啊 間接是 燈光 燈光 它是藏在裡面的 對 藏在那個成板裡面 然後大舟喔 他一直建議我們說啊 房間千萬不能做間接燈光 尤其是小孩子的房間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會開很多玩具 開很多玩具 因為我們之前在拆啊 說乒乓球 網球 棒球啊 還有麻將 清理會比較不方便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啊 木工跟系統櫃 有什麼差異性 設計變化 最重點評價 這沒有一定的 沒有絕對 做的造型的難易度跟複雜性 所以沒有一定說誰櫃誰可以 都有優缺點 木工做的的是 師傅的技術嗎 然後經驗嘛 啊 系統櫃就是 都是機械化的 比較不會出問題 比較不會出問題 應該是人說一個機械化 對 這個問題就是 牆面啊 要怎麼去連貼那個木皮板 牆面的話一定要有一個底啊 不能是香磁磚 直接貼就比較不能 會連不住 感謝大老 感謝大老 好老婆 那再一次呢 感謝我這個朋友 我們會把他的粉磚 放在這邊 大家如果說對木工啊 有一些需求 或是你有什麼疑問 都可以詢問他 因為現在我們房子 已經開始進行油漆了 那我們油漆也 會有做一些調色 到時候新家完成的時候 會跟大家做一個開箱 很期待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那片段的話 也可以幫我訂閱 分享 按讚 那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掰